大家好 來到賽馬深水的時間 繼續去跟大家看看有什麼直博的馬我買 雖然明天是國際賽 正正老老應該是跑一些比較熱的馬 但不是的 明天我看完幾場馬之後 有些場合是可以玩一下 我也是找一些儘量10倍以上的馬 上次一貼真感有人炸我營 又說10倍以上 沒辦法 如果我肯定選10倍以上 我每天可能會選一個真妙星 但不中了 有什麼用 上次我是被迫選一隻真感 因為我覺得 好像全日計算賽職 還有其他對手好像一般 他應該是最好搏的 唯有選那隻 所以不要惹怒我 我當然盡量選好分的馬 但有時候出不了 而我覺得有另一隻沒有10倍 那7-8倍 這個場合也要求3倍 其實他差點贏 那隻真感 如果不是那麼不肯 那麼不理睬 根本是可以贏買那一場 那我也照樣出 起碼是 入Q先 我也說是Q膽 那隻真感 所以 不要抽清我 我一定盡量選一些直撥的馬 我希望你每次進來 叫多些朋友來看看 買馬之前 看看我說些什麼 買些什麼 好嗎? 幫我鼓爆點讚 Youtube會推薦我的影片給別人看 幫幫忙 OK? 不過不包生仔 收錢外面也不包中 這裡也沒有 但我想長期去追蹤回報 應該也不錯 好 回來了 這次呢 先跟大家看第二場 四班千四 好 給大家一個讚好 最近都順 一路都順 不過在跑馬地 有成績 沙田就希望這次可以 破一下門局 說起破門局 我昨天聽 組織先機研製說 原來黎超星 是大半年沒贏過沙田 我查看 原來今年 全部都是跑馬地 然後再看去年 哇! 贏沙田已經很久了 4月 真的4月 哇! 我聽到打我 已經12月了 8個月沒有贏沙田 希望我不要像他一文 最基本的 喜歡吧! 按一下讚 然後我開始說 OK? 最重要我選馬 那套思維 是對的 才可以中到馬 OK? 好! 跟大家看看第二場 四班的千射 好了! 繼續開排位看看 這場馬我自己選了一隻 6號的保安威 燈冠豪的馬 你嫌馬房 黑到PK 那我勸你買少一點 但是我二馬論馬 我覺得這隻馬是值得玩的 現在有13倍V5 5.4倍P是值得玩的 為什麼會選這隻馬呢? 首先我覺得這匹馬 今季證明是多了 尤其是正常場地下的證明是多了 上季如果你看到他在831 792兩場追得好 其實是變化地賽值 就算他在初出599 其實那一天的場地 都是偏慢的 所以我覺得他幾次都是變化地賽值 我覺得今季如果是正常場地的話 我又覺得不用怎麼看 但不是的 我看到他在044那場 叫他今季初出第一次 再給我多點東西看 首先這場是強阻 你看到左上角顯示 強阻28是什麼意思? 很多馬再出 其實再上名 贏也有的 特別你要留意一下 那場馬的頭8名 是彈到後面那群馬 那個是駐馬群 後面那群馬就需要一顆一顆 再出不行的就不用看 但如果你只看頭8名 1至8名的馬 看堅有威滿 歡笑武林之尊 大千氣象 維美主義 龍城強將 再加上尺兔後王 你想想看 那對馬再出 贏也贏 入Q就入Q 上名就上名 一些都不弱的 主馬群不弱 頭8名那些 後面那些都不要計 我覺得保安威這場馬 首先是強阻底下衝得好 先跟著主馬群回來 因為那場馬其實是比較惡罪 因為頭2萬 最好的 誰知道是慢捕捉 你就看 頭段 慢秒4 不是秒4 1線4 第2段5線2 第3段慢 1線4 第3段加快了一點點了 你見到肩有威三疊也照相 我覺得那場馬其實是偏向你前置 因為捕捉太慢 你越次法力更差 你不是說追不行的 你省著追 或者如果你是早消法力都可以 但是這一場 兩隻馬好虧的 一隻武林之尊 那隻馬再出都是菊草入Q 另外一隻就是保安威 也是好虧的 那場馬其實是比較慈望空 而且又留得很厚 他頭段那場馬很好笑的 時間關係我不播 因為今天比較多馬 那場馬很簡單 頭段慢步速 他排在外檔 然後捕捉到後面都是三疊 再捕捉到後面 後面是貼難的 又如何呢 你去到那裡轉彎 那裡才有遮擋 那裡才有遮擋 但頭段已經夠慢 你捕捉到800米 準備轉彎 給你捕捉到爛 又如何呢 喂大哥 轉彎那段前面 開始慢慢加快 那你又要很笨 又要拉出來 其實是有少少車前倒後的那場馬踏 我覺得楊明頓跑得不好 但你不要理他 那場 你看看那段速 他自己做的段速 那兩段是最後的伯伯 是做全場最快的 我覺得這場 保安威 其實跑法不太好 然後到直外比較遲 早段的處理 我都覺得不太好 他最後800到45要93 即是全場最快的那兩段 我覺得是跑得不錯 證明了我不是只有慢地得 那我會安心一點 不過上一波是1-4那場 1-4發生什麼事呢 但是步速很難追 比剛才更差 因為頭兩段超慢 第三段加快 沒得追 然後如果你有看回那一天 這個時候就真的要去賽日那邊 你留意一下直路 整條直路 走外踏可以上名的馬 只有兩隻 一隻叫好運步馬 一隻叫跟特運 直路是好利內踏和中踏 從你看看內踏上名 佔了一大半 黃色那些 中踏也有不少 但是外踏只有兩隻 結果好運步馬再出 四班都上名 登斗雲再出 原來group2都可以跑得這麼近 那一天 外踏跑得好的馬 再出 其實都跑得好 就算外踏跑得比較差 譬如說那天有起年勇敢 博望波 還有那些什麼 紅一舌 紅什麼 紅愛舌 sorry 無敵勇士 直路走的位置 他好像不多 那隻馬 但是回到來 再出 很多馬是進步的 那些名次 我想說的就是 可能那塊地 最外面那堆 那塊地比較絕 或者也太壞 牆地問題 所以就好像保安威 沒什麼可以追 報速再加上地不好 我覺得令到那場賽事好像很差 這次隔了很久 這次隔了很久 這次隔了接近一個半月 那他其實是因為 他的功夫有點失敗 他11月初 那裡有兩三天 是沒有出來去度 但是後來做一試 在丁冠浩馬房來說 我不會撿得那麼緊 因為我試過 那隻雪卡之友 早幾季 或者是俠金王 都一樣 有一兩天 都可以 最重要的 之後做一回 那我就覺得 不大問題 就算這隻馬停了游泳 我也不怕 因為雪卡之友 都很記得他停了游泳 然後我跟大家說不要買 結果就 跑了出來 那這些 測過的經驗 就 令到我覺得 在丁冠浩馬房來說 我們不要撿得那麼緊 反正後面做得好 試了復鞠閘 那復鞠閘也衝得好 那這隻馬 我覺得最佳最佳的跑法 都是留著一段衝 在外面蓋上來 後上的跑法 要看看這場有沒有步速 我們看看 好嗎 那兩個走位 這場馬的步速 要靠一隻光年80 和威力飛彈 兩隻馬 再加上大英才 我不知道會不會走 真的放的馬 不算很多 但都應該會有一個中等的步速 我猜你 我猜他會跟著放頭馬跑 因為他試襲都是轉得最 那保安威會在什麼位置呢 八九位二跌的位置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這場如果你結合當位 你看當位也知道 唉 轉一轉 阿里奧是跟前的 中環大陣是留後 可能跟保安威差不多位 大數據是居中的 超越名區都是居中 復星也是跟前的 四五位也是 其實三四五檔是差不多跑法 獨當大英才也是會跟前的 他上次都放在前面走 所以保安威七檔 照計就很大機會 可能是拍著中環大陣 或者可能是三四五檔 我有一隻跟他差不多跑法 偏後了一點 我猜大數據超越名區復星 那些 就會在二碟的機會很大 二碟三位入直戶飛出去追 今場不要忘記是被八米高跑 即是不是楊文靈 楊文靈真的跑後上馬 真的一般 那換下八米高 硬正很多 這些馬是真的要靠硬工的師傅 去大邊大邊散下去 才能看得著 那又縮回來才會跑 我覺得會更對的 所以今場賽事有一個 快一點點正常一點的步速 再偷偷跑 然後試駕也是追得好的 我覺得這隻馬上次的地不太好 就做了一個假賽則 看看今場會不會有一個賠率 給我去搏 他可以有不同的表現 所以保安威我覺得可以去試一試 這隻馬對比起今季初 那場 對手方面是少了一點的 有些馬都蠻碎的 例如有些喜盡風彩 年年豐富 即是失望 我不是說今場完全沒有機會 但失望了很多次 還有一些追來追去得近 那些電路9號 對比起季初 對那些 滿歡笑龍城強將 煙有威 或是赤兔喉皇 我剛剛也繼續上名 我覺得他會有一點點 在這一點 單隻有賠率 那就試一下吧 沒所謂 十幾倍 這些馬入不是Q 三甲也很分 我覺得你可以拖著 那你說是不是Q彈 這隻又不跟真感 我覺得他駁的東西會多一點 那我更加不會用丁冠號 馬來做Q彈 那我建議你可以 Winplay也好 或者原來你喜歡 位置Q過關 那你當然是拖回他 這些馬產入迷 就太好很多 對嗎 就這樣 這段影片先來到這裡 我在考慮出不出多一隻心水 因為我有兩隻馬在掙扎 那如果我覺得是對的 我出給大家 那如果不對 那就這次那麼多 有國際賽的特策 還有一隻心水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滿意我這次的分析 那記得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適合聽適合看 分享給多點朋友看 還有就是記得 like我這條影片 那我們之後再說吧